怎麼看這個高雄安的這個事件 昨天檢方的用詞是相當嚴厲 還批評他說犯後態度不佳 那現在民進黨更是找到機會就猛打 那不過高市長也提到說 他兩週前才剛完成這個新竹棒球場的調查報告送到監院 这当中是有些政治犯案的因素 谢谢 我想剛剛總之要谈到 整个司法程序在走 我想我们就尊重 那是不是说在这个政治上面 有因為他們新竹市府 把林志堅的這個相關棒球場案 主動移送監察院後 有政治上的這個反作用力 然後來與檢方的起訴與否 我相信檢方自己在偵辦程序裡面 也應該要本於他的專業 那私診上面是不是有巧合 這件事情我們也沒辦法揣測 那當然我覺得在政治上 大家都是用放大鏡來看 不管是在政治上面的一個攻防 或者是各種用語上面的一個處理 那我相信檢方用犯後這個態度不佳 或者各種情緒來加重 對於這個高市長這件事情的調查 我覺得是大可不必 因為大家都在去年已經看到這麼多 以各式的不管是側翼的這個言論 來這個加重在這個案情上面的一個複雜 或者是案情的這個這個內容 那五花八門之下 我相信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底起訴書內容 本餘的證據有多少 然後目前在司法這個法院的審理程序會如何 這個才是大家要從這個案件裡面去 重建所謂司法信心的話 就不能夠再重蹈去年整個選戰裡面 不管是用污賊戰也好 用各種的這個這個言論 來這個試圖影響選舉 那當然剛剛談到說 這個案子對於柯主席的影響會不會有 我相信各政黨都已經很清楚宣示 我們對於清廉 我們對於這種相關的這個 所謂貪污等等的案件 我們也不會重放 我們也不會等嫌逝之 所以司法怎麼判 司法如果在最後的這個審理裡面 得出一個結論 我們一定也是這個尊重 那個當然不需要在這個時候去多加採測 對哪一個陣營或對柯主席有特別的傷害 就是有關剛好安倍起訴這個事件 相關的案情在去年 就是全台神已經吵過一次 那對於柯文哲選情的影響 委員兩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郭正剛剛認為在一省的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12月下旬 還有1月上旬這個部分 然後可能會重重到柯文哲選情 委員怎麼看 我想司法是人民 相信政府的最後一道防線 既然進入司法程序 在原則上我們當然還是尊重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政治力來去介入司法 我們也不願意去做過多的政治聯想 另一方面 我們也支持高宏安市長 來蒐集更多的有力的證據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我想這個大方向我們的態度是這樣子 都不會讓我在山上 你需要的去任意 你應該能夠按照 在山下方向臺地 尤其是另一方面 空間第八方面 我們也會來到了 你來為甚麼 你應該頂一下 大方向臺地 出門的掌握 我這個桜 我做的 在山下 你應該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一個認真謹慎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因為要貪污的人不會帳戶記得這麼清楚 還記錄到說幾元幾元這種記錄 所以我相信他是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所以我也支持他能夠提出證據 為自己的清白混戰 那麼這起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件 檢察官在起訴上還特別註明說 態度不佳要刺頭公權 事實上在去年的選舉期間 特別在偵辦過程 也違反這個 多次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來進行醜化公安的這種形象 那麼 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他應當是被人民信任 然後 也應當要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對於目前像上個月 林志堅市長也因為新竹棒球場案件被移送監察院 那最近中央政府更為了這個前瞻預算的這種 完工率低啦 特別預算編列 編列糊爛 還有這個 最近綠能光電的這種相關的案件 其實更受全國矚目 事實上民進黨也沒有 針對這些問題 反而是採取一種回避的態度 所以 我還是支持高公安為他的清白 繼續奮戰 那麼本案的起訴內容 其實早可預料 因為在選舉期間 就已經鋪天蓋地的打擊高公安 我想大家應該對去年在選舉期間的印象 一記猶新 那檢方的起訴內容毫無意外 不過是這樣 一審的時候法院是公開審理 這時候就要接受旁聽還有整個社會公開的評論 所以我想這個我還是支持高公安 去全力捍衛自己的清白 好就這樣 我想這整件事情呢 我希望說在後面 其實當然進到了這個起訴的階段 那檢察官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大部分都是他個人的見解 那我也知道說其實跟過去一般的這個法院的實務見解 我相信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貪污今天可以這樣判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史無前例第一件了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接下來在法院的部分 我也希望法院還是回歸到法律 回歸到司法 我今天所提的所有的這些證據 到時候在法院上我們也會好好來跟法官說明 那同時在這過程當中我也要對於這個檢察官的草率起訴 以及沒有進到對於被告有利不利 以並注意的這樣的事情 我也必須要接以譴責 我希望說今天大家不要去做政治的判案 今天我身為一個新竹市長 我其實我覺得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新竹市政顧好 所以我會努力的來面對接下來的這些法院的攻防 我也相信在這些法官的專業的判斷撇去掉政治的考量之下 這件事情終究會還給我跟我的助理真正應該要有的清白 我會努力的為我跟我的助理逃公道 在接下來的法庭的訴訟上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新竹市民放心 我一定會加倍努力把新竹市政給顧好 關於第二個案子的這個貪污之罪條例跟偽造文書罪的部分 我想其實這個案子我想在一開始在偵查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想檢察官就已經認定就是要起訴我貪污 因為其實在這過程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無論是說在檢查偵查過程當中 明明是在一個密閉的偵訊室當中吃的便當的種類 或者是說有許多在偵查當中連本人都不知道的訊息 都可以透過不管是從媒體或者是名嘴或者是網路 各種不同的爆料去帶風向 我想今天得到這個貪污起訴的結果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那我想這過程當中也對於這個不管是這些訊息的外露 或者是選擇性的揭露 然後讓我變成是一個好像直接已經在社會上 人設毀滅或罪犯的這個行錯 我想這件事情也造成了為什麼大家說偵查不公開 其實就是希望所有裡面的這一些偵查的過程 不管是檢察官或者是我們今天所有的證人 或者是涉案的這些相關的助理 大家的心證必須要是純粹基於事實 如果說今天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些選擇性的揭露 讓整個案件不管是從社會的一些輿論的行錯 或者是對於這些相關案件的助理 我覺得其實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從整個偵查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已經是台灣史上偵查不高開最典型的一個笑話 大家謝謝大家 我們回答一下 我們回答一下 我們去一個洞洞大月 我們回答一下 我們回答一下 我們去幾次 感谢观看